这条题目就讲到整除性 40,970D就可以比3整除 比3整除的特性 也就是如果我们把它打散 然后加上它 也就是4加X 再加9再加7 再加X 也就是等于20加2X 它本身就可以比3整除 所以如果我们有这个条件 我们得出来X 它的取值范围 由于这个是5位数 而X它又是一个single digit 也就是X它本身就被人夹在0和9中间 不可以超出这个范围 只有1位数 所以又要符合这个条件 又要比3整除的话 X只可以是2 又或者是5 又或者是8 只有这三组选择 没有其他的了 然后再有一个提示 就是最后这两位数 7X 7X就可以比6整除 可以比6整除的条件 也就是这个需要是一个双数 偶数 总之如果最后那两个数 就是75 很明显就不可以比6整除 也就是我们就会少多一个条件 所以这次的提解 X 只可以取2 又或者取8 由于我们这些条件用尽的话 所以今次这个X 就可以拿两个数 然后再写一个解 这个数 就会有两个 一个就是 42,972 一个就是 48,978 那关于这些数字 整除性的话 我们再看一条 相似的题目 那 就说 在568后面 再加上三个数字 再加上三个数字 就夹到它变成一个六位数了 那这个六位数 就可以给345整除了 然后说 这六位数呢 最小的那个数 究竟是什么呢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 即是说到明了 那我们又 写的这个数出来 那这个数 那这个数 又是留下 写这个数出来 那 就是 568,000 A8 B10 那 然后呢 我们再讨论一下 既然这个数 可以给4 和给5整除 那符号呢 可以这样写的 那如果我切N 就等于这个数 这个数 5 6 8 A B C 这样拉一条线 这个叫N的话 可以被整除的话 那 N可以给4整除 那就是这样写的 中间加一栋 那 N又可以给5整除 那 那这两个条件呢 也就是夹死了 N 就要被20整除了 那 既然是这样的话呢 那就容易了 我们看到20 那 关于20的倍数 无论是多少倍都好 可能是1020 那我们 就会看到 B C C 这个 C这个呢 就一定是0了 由于它要被20整除 那 B这个东西呢 就一定 是一个2的倍数 那 所以B呢 这个东西都需要被2整除 然后我们就选择了 那 首先这个数 需要是最小的 那 最小的话 那我们首先 看看 不如 不如我们就试一下 A等于0 那 如果A等于0 那 如果Work的话呢 那这个当然是最小的 那如果不行的话 我们才讨论 A等于1 那我们讨论一下 A等于0 我们找到一个这样的数 那 A等于0 然后 这个数 就要被20整除的话 那 那就试一下吧 0 0 那 我们有5 6 8 由于A是0 C又是0 那我们看看B可以拿什么 那 那 首先 这个数 就是我们整低一个条件 就是比3整除的可能性 那 N如果比3整除的话 也就是 我们整低的数 就是5 加6 加8 更加在一起 就等于19 那 这个数 那 如果除以3的话 那就余数剩下1 那余数剩下1 那 就是我们需要加一个 余数剩下3 就是余数剩下2的数 那 才可以 令到这一个数 给3整除的 那既然是这样 那这就刚好 B本来是等于0 2 4 6 8 没有了 没得选择了 那最小的呢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2 那 所以呢 我们 group 出来 就是 这个数就变成 5 6 8 A需要是0 那 那 C 又是需要是0 那 那 然后B呢 我们要选一个 和1 加在一起 就可以给3整除的数 那 这个就是2 那 又要最小 那 完全符合了这个条件 那 那 我们有这个数 就是 568,020 然后写回答案 那 这个数就做完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